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医生转变为从政的柯P 柯教授 柯市长 来分享一下他对于台湾政治形势的观察 以及他自己对于政局或者对政治的一个参与的一个表态 非常感谢柯市长 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 一定大家也都关心的就是 作为一个医师是什么样一个特殊的机缘 然后转变到这么大一个轨道从政 走投无路啊 我绝对不会讲我什么伟大爱国救人 当年在就是 莫名其妙当年那个什么台大艾滋案国科会案 还有那个MG149 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我只是去帮阿扁看病而已 就被当做什么坏分子就修理 修理到最后祈祷就跟他拼了 所以当时你的心境就是认为今天台湾的政治是生病 病了啊 病得很重啊 这奇怪怎么会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在修理啊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很生气呢 因为我们我在台大当道的教授 我们是那种有贡献的人 而且就好多人 而且老实讲我当然想到奇怪 不管是你邵晓玲你知道吗 胡志祥老婆或者是连胜文中将 因为我们都帮他看嘛 对我们来讲啊这个就是病人嘛 结果我们去帮阿扁看病 他就觉得我们是坏分子了 就把我们修理了 奇怪了 病了实在是 所以当时你会觉得台湾的政治出了问题了 所以你第一步就想能够改变政治 那改变政治当时呢你第一步就是参选2014年的台北市长 莫名其妙 我也不晓得就随便讲 我也不晓得怎么会就选了台北市长 所以那个以后在历史上都说这个人生都是意外 就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被拱去选台北市长了 但是后来你大概几年之后你就悟出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说法 就是改变台湾从改变台北开始 改变台北从改变政治文化开始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精彩 你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悟出这句话 尤其是第二句话 其实这样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 为什么需要管理 就是因为我们对是非对错看法不一样 如果我们对是非对错看法一样 哪里需要管理 我发现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我在说决定政策三因素嘛 民意 专业 价值 会有冲突的都是价值 你的价值观跟你的价值观不一样 比方说我们是外科医生 我们很务实 是就是不是 第一点 外科医生不太会讲谎话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当外科医生30年没有听过谎话 因为你不会左边痛跟医生说你右边痛 精神科还会听到谎话 外科怎么会听到谎话 所以我们很少听到谎话 所以 所以 当市长以后就发现 天哪 当市长很少听到真话 所以 所以我那个辨别谎话的能力是 当市长以后才学习的 当外科医生不会听到谎话 因为 病人不会跟你讲谎话嘛 对不对 还有点我们外科医生都很直白 因为我们在开刀 我们要团队合作 要干什么 一定要大家很直白 要直接讲让你听得懂的话 而且绝对不会模糊 你那个强心剂要打一次就一次 半支就半支 你不会说打一次到半支 到底你是要打几支 可是 他们说报告市长 我们政治要模糊 天哪 我都受不了 你刚才急救的时候 强心剂打一支 稀释成10cc 血压每降到60以下 打1cc 命令要很清楚 对不对 就一支 一支 一支 4厘 10cc 血压只要掉到60以下 就打1cc 命令很清楚 对不对 政治上没有这样的 打高空 讲屁话 所以像这种经验 在细节范围里面 中外古今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我听您曾经提过 极少数的医师有过重症的这么一个 很少 很少医生重症 因为医生的收入还不错 所以没有医生要去重症了 外科医生的收入更高 更没有人要重症 那么然后从医生的角度 特别是您对于生死 过去有一种 跟一般不一样的一些领悟之后 对于您自己重症 您自己觉得在这方面 过去生跟死的概念 对于您重症有什么影响 我们比较有能够抗压 就是对那些恶意攻击 常常比较能够一笑四肢 我看得出来 就把他当作是病人 我说你怎么看那些每天骂你 我说你就当作那些精神科病人 就轟直了 就这样 好 那么回到刚才讲的那个文化 政治文化的问题 我非常同意 您看到台湾政治问题的癥结 最核心的癥结就是跟这个有关 您是在台北市长任内 我记得你讲过前一两年 乱当的 都在这里面摸索 摸索搞不清楚状况 根本管不动 然后才知道这个问题是跟文化有关系 不是啊他就是 就是那个 因为就好像那个电脑你知道 我发现我们的作业系统跟他是不一样的 没办法 我们是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要快要什么 像外科医生要求快 哇这公务体系有够慢 他受不了 我们是解决问题的 他们是掩饰问题的 因为我们说你不解决问题 问题会解决你 比如说那个在初学 一定要找到初学点 一定要扎掉截掉 他们好像不是啊 就是这样拖着 混过去就好了 所以具体讲在 就市政这个概念来讲 所谓这个文化 具体体现在哪些 一个是效率的问题 我们的态度你知道 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比方说你知道 没有一个台北市长要去改建市场 我们台北 我们台北号称什么270万人口的大都市 我们那个批发市场 你去看一看 那老鼠这样跑来跑去 天啊 我说这个已经 已经21世纪的台北文明城市 那你去那个菜市场看 有够脏有够乱 那老鼠这样跑来跑去 以前的市场都不处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改建一个市场 四年内不会完成 为什么呢 那个批发市场 里面有1300摊 你要跟那些 要沟通到晚 还有那个场外的 还有没有灶的 还有300摊 加起来1600摊 你要跟1600摊 开说明会 我跟你讲 你就发疯了 然后还筹钱 一个筹钱要140亿 然后要盖 保证4年盖不完 因为那个利润不大 你想想看任何一个市场想说 我都不能剪裁 然后盖了也不会在我任内完工 没有人要做的 没有人要干这种事 所以我那个市场 从那个 第一步改建计划 到我开工18年 以前的市场就能混就混 能拖就拖 然后那个低果菜市场 今年12月会开工 那也是拖20年 反正大家就是虚放一招 因为那个 因为对他的 对他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剪裁 台北市长前两年 基本上都要摸索 后两年越做越有心得了 现在进入到第二年 第二年这个四年对你来讲 恐怕也有一些 非常希望能够实现一些理想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的政局又出现了一些变化 所以您似乎又在一个新的考量之中 我是想同一个道理 就是说 其实 to see is to believe 如果我们把一个台北市 可以治理得很好 让那些文化制度 让人家相信 我当台北市长很少贪污的 因为很简单 你去看那个调查局 就是那个地检署起诉的案件 就少掉了 我们只有警察收红包 公有收红包 其他没有 以前弊案一大堆 我们贪污少掉了 我们竟然 我们已经还债还570亿 全台湾只有一个县市在还债 其他每个县市都在举债 奇怪 我们竟然还可以还债还570亿 然后贪污少掉了 还可以还钱 然后 我们 市场都那种很困难的工作 都在改建 以前一些大家 那种什么违反独立分区使用管制 1768户 就是那种几千户 1678户 就是那种几千户 那种违建 你知道 我们就一个一个去处理 我们比较愿意说 把以前那种累积几十年 没有解决问题 像我今天早上还在讨论社子岛 社子岛禁建48年 睁眼说瞎话 社子岛如果真的禁建48年 现在社子岛上面只有野生动物 没有人类 明明就住一万多人 所以整个政府睁眼说瞎话 就是法律定在那里 这都属于政治文化力的部分 法律定在那里 那也没有人遵守 所以每次看 台湾的法律是参考用的 不是要执行用的 然后 政府就这样干 我们很努力的 我的态度是这样 法律如果不能 没有办法执行 那就修 修到大家有办法执行 然后一旦公布 大家就要执行 不是修了 挂在那里 那没人理他 所以您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觉得是我的观察 假设你能够坐满第二任的四年 经过这个八年 应该能够初步的把台北市的一个文化 改变到您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个地步 我倒觉得这样 不敢说我百分之百满意 满意 但是尽量 其实我跟你讲 我每天早上 我每天早上从七点半上开会 就一直骂到九点 可是 我常常觉得这样 如果我骂 被骂的不觉得他不对 还是没有用 我今天就跟他讲说 你那公文为什么要拖两个月 他公文叫会 会 会哪一个局哪一个局 我说你们会说既然有问题 不是大家全部集合 开一个会 大家开会 讲好了 一次解决 那不是他就这样 会 会 那拖两个月 那你问他 你骂他 他觉得说 就是这样 他就 我说 tom is money 我说你们浪费时间 是浪费国家的钱 还有那种 那种叫规划案 就是说 我们最近一个案子就 两个 一个案子 两次规划案 花了一千一百万 最后结论是不可行 那我说如果不可行 你第一次就跟着讲说不可行 就好 我何必花那一千一百万 不管怎么说 从您各方面介绍 这个过去台北市政的一些经验 应该旁边的人都看到了 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 但是我刚才的一个关注的问题 也是所有观众朋友 包括大陆观众朋友 都关注的问题 就是您在台北 就是台湾 明年2020年的一个领导人大选 目前呢 就是您告诉大家说 如果说 郭台铭能够出来的话 您就可能继续做下去 希望把台北市做出一个模范出来 但是 就出现一个变数 万一不是这样 你就没办法接受 目前的参选人 如果能够领导台湾 您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 第一点 蔡英文 蔡英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他继续当 这两岸到底要怎么解决 这是他要回答的 因为这个 弄得太僵了 我跟你讲 华人 中国人 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国家 你这样给人家 你就是要跟人家大声小声 那我就讲 我觉得 当然你可以说 这是为了台湾的主权 我每次说 我们世大运 我们也办成功了 我们有哪一件事情 没有顾到台湾的主权 没有顾到台湾的安全 台湾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都坚持 我们哪样没有做到 可是 可是 可以达到这些目的 并不一定就是说 要像他现在这种做法 所以蔡英文 您担心的是 除了内政问题之外 还是两个关系 至于韩国瑜 他根本没有准备好 拜托 太可怕了 实在 是 所以您就担心 台湾的未来 台湾还是 不是啊 台湾 不是啊 是 明白的讲 是这样的 台湾就是比较乱 因为终究美国还是会干预的 因为美国还是把台湾视为 是他的一个控制的地方 美国还是会干预的 好的 那么现在 既然那个您不抱很高的期待 这个也不抱很高的期待 那么 接下来现在 有个郭台铭 您觉得他是具有一个危机处理 领导的能力 但是你又出了一个考题 那个考题 他好像还没有能够认真回答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回到我们刚才讲了 台湾目前的政治局势 那么现在看起来 郭台铭先生参选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你也很期待 因为您对于郭台铭先生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说法 就是他是一个危机型的领导人物 我觉得形容得很好 但是 您说郭台铭应该要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无论在中国大陆 在美国乃至于在日本都有非常多的投资 如何能够证明给老百姓 说我今天担任了台湾的老人之后 我不会受到大陆当局 美国当局跟日本当局的影响 但是很显然这个问题 他还没有能够做出明确的答复 对啊 所以这是他要回答的问题 我也相信这一题一定是选战期间 民进党打他的题目 没错 所以这样嘛 选举民主政治选举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说服的过程 所以他还是要能够解释 不然他还是不会赢 他要能够让台湾人民解释说 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您是郭台铭 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我就舍得舍得 能舍才能得 就这么简单 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 我就看到他能不能做到而已 确实说的是比较容易 那么但是呢 现在接下来有问题就是台湾处在美国大陆 还有包括日本 这样子 我记得你以前提过一个三角 三角的一个理论 这个三角理论 能不能也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个叫纳虚平衡 就是美国的底线是 台湾不可以变成中国的军事基地 这个美国政府事实上很清楚的一些 跟我表达过 他说 你们谁是当台湾总统 我没意见 但是台湾不可以变成中国的军事基地 因为这第一岛链他就破火了 所以就不行了 那台湾的底线是 大陆 大陆不可以实质统治台湾 你要怎么叫 台湾底线 说我们台湾还是 我们还是珍惜我们的民主自由嘛 就是我们 我们在台湾叫骂总统都很快乐 说都可以 说干什么都可以 我们有民主自由 那大陆的底线是 你不能真的给我搞台独 所以那个空间就是 台湾的生存空间嘛 只是说这个生存空间现在变小了 为什么 因为中美对抗 以前说台湾不可以当美国的军事基地 他现在会期望说台湾要 对中国要表达一种不顺从的态度 至少要站在这一边嘛 对不对 而且看到 我到时候 小英这种呛钟的态度 就比较接近美国的期望 那中国那一边是这样 以前是台湾不搞台独就可以 现在不行 你要表达说你愿意统一 你想统一 以前是说你不讲台独就可以 现在不行 你要说你要统一 所以那个底线也压过来 那台湾这一边最惨 自己人杀自己人 就是说以前是大陆不要统治台湾就好 现在不是啊 你要对大陆也是要对大陆表达这种 呛钟啦反钟啦 反这种态度 你知道 去中国话才可以 不然就检验你啊 你没有台湾价值 所以老实际我们本来生存空间就不大 后来美中台自己就把自己的空间压迫到更小 所以现在台湾那个生存空间变得很困难 处处很为难 所以你的两岸政策的基本思路 基本思路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说尽量把这个生存空间拉大一点嘛 不然你就被挤得很惨啦 具体的怎么做 所以清美有中还是基本战略 我后来发现 人家日本处在中美的这种压力 日本 我发现 我发现如果 如果我是台湾的总统 我的国家战略就是用日本当基准点 日本大概怎么做 你知道我们就跟着他为一条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以日本为基准点 然后再做上下为调 这样就大概差不多了 因为日本 我开一句话 天塌下来我也不是最高的 日本比我还高 所以后来那个 参考架构 参考架构 所以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 回到刚才我们讲的 今天目前台湾政治这个选情 如果说郭台铭宣布 正式宣布参选 那么您跟他还有王金平之间 基本上也有一种 大家互相的默契 跟合作的一种关系 那么请问这个合作关系 比较具体的会展现在什么样的形式 那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还是动态的 因为是这样 三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要合作不太容易 所以我常常说这样 合作要成功第一个条件是无私 如果每个人都说我的那一份 坚持自己的 坚持 那就结束了 get over 所以要无私 第二点 问题是每个人愿意牺牲多少来 所以一加一加一一定小于三 但是我们希望说一加一一定大一 只要能够大一 那每个人就要笑掉一点 所以严格的说你们三个人目前的三角关系 也有点类似像你刚刚讲的三角形的关系 对啊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底线 但是就看看 我倒觉得这样啦 常常是这样的 尽力的 所以我说心存善恋尽力而为 没有办法保证一定成功 不一定 也有可能会破局 不一定 先不谈那个未来不确定的发展 但有一件事情基本上是确定了 那就是台湾民众党成立了 台湾民众党对您来讲 究竟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理想跟报复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视频道财经 接下来我们的头衔称号要稍微改一下了 除了柯P 柯市长 柯教授之外 我们现在就要柯主席了 作为新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党主席 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程序问题还没有 基本上已经成立了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当初成立这个政党的初衷 以及希望成立这个政党 对台湾的政治文化 来自于台湾政治的未来 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理想跟报复 其实从1994年以后 台北市长选举那一次 台湾就陷入蓝绿的对抗 蓝绿统对抗 所以一切的政治的问题都把它简化成蓝绿统 所以很少再去谈论这个什么 效率啦 科学啦 数据啦 这种对话 务实 这种态度不见了 所以我就希望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一维思维 蓝绿这种思维 是不是能够有一条另外一条线 简单来比较的是说效率 这种诚实 就是说 你想想想看喔 像深澳电厂 我们本来要盖个深澳电厂 那才炒来炒去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说 到底那个核一核二是不是确定不盖了 确定时间退长 核四是不是不盖了 然后北部发电机组有机组 然后南电北送的问题是怎样 还有那个烧天然气比较干净 这个我当然知道 烧天然气比烧煤煤太贵 煤度差八毛钱 所以老实讲 深澳电厂这个例子 就是说 他不会用科学的精神去说 到底我们这个盖 不盖好处坏处是什么 结果你看我们那个深澳电厂多离谱 经过一个晚上突然行政院宣布说 台湾的电果用 所以不用盖 这不是开玩笑吗 那你前面在那里大张旗鼓说 台湾缺电一定要盖深澳火力发电厂 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 经过一个晚上 所以你讲 你就是一个公共政策跟政府治理的问题 又被那个意识形态给扭缺了 他从来不来 我们从来不提供数据 政治不提供数据 科学管理 我就很讨厌 我们外科医生 你知道我们都是数字管理 我们是用数据在回答问题 所以他们不太习惯用数据回答问题 我们希望他是一个理性物实对话 他是一个讲究科学的 讲究效率的 他是注重这种 而不是每天在那里 那么在正式运作上 是希望通过在立法院里面 我们在立法院是这样 如果三党不够伴 那我们就变成关键少数 我们可以变成一种中道的力量 就是说我们 我们希望说大家来跟我们谈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讲意识形态 你数据给我看 用数据来说服我 所以我们那些不分区立委 他变成影子内阁 我们台湾一直在讲内阁之中 总治到底怎么做 可是你总是要有人去突破 所以过去立法院那些不分区立委 全部都是政治人物 我们就是要摆出影子内阁的态势 就是我们是 我们是讨论数据的 是讨论政策科学的 专业治理的 我会很讨厌 我要讲我是医生出身 我非常强调professional 专业 可是我发现政治上 别人在跟你讨论专业 我说很不习惯 那么回到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因为您过去从政 毕竟资历比较浅 那么在明年的立法院选举中 如何去物色你心目中 符合你刚才所讲的专业治理这种条件 我们第一个是这样 我们那个不分区立委有34席 我现在前面一半有可能选上的 我们还是要挑 其实挑的话很简单 我跟你讲 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我们只要成立一个离权委员会 每个人打圈差三角形 打圈就是加一分 打三角形没意见 打差扣一分 你知道20个人投票一轮就很清楚了 这是我们过去的经验 意思是说 其实只要一个有代表性的二三十个人 大概打分数 我们前面那个精英还是要挑 后面我是主张海选 为什么 因为后面反正其实就是 也选不上来 那就是 可是我们为海选就是说 我们开始开放 让社会的力量进来 他们以后就准备进去当助理 后备军 不是助理 就是这些立法员的助理 办公室主任就进来开始实习 所以要让那个政治它是一个有能力 就是我们相信民主 民主要民主 就政治为人民所共有 所以我们要让 这是我们叫海选制度 我两次选举都用海选制度 我们就上网 愿意来参加竞选总部 我们要文宣 要什么 我们就开网给大家报名来参加 每次都被人家嘲笑 人家说选举才剩下六个月 你还用这种杂台军 可是我发现 我们这个政府之所以没有腐败 我们有几个人 我们也是海选 另外是公开透明 我们还组织财务监督委员会 就是说 我们海选一群人 来监督我们的钱是怎么用 我发现只要公开透明 大概就不会腐败 只要海选制度 就可以让你不会跟人民偷疾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 还有点我们要试验一个新的概念 全部用网路作业 我们不再 传统的政治叫什么 台北党部 台南党部 我们不是 我们是全部网路 比方说用topic来做社群 我最近听到你 关于民众党在运作的时候有四条 就是革命靠宣传 革命靠宣传 因为它是一种理念的 革命要分阶段 你不要幻想一次成功 一定有马上可以做的 还有革命要队伍 虚队伍 因为一定有核心队伍 所以最后很重要 革命要过半 这叫什么意思 革命要 过半 过半 过一半 为什么 不要为了扩张牺牲掉企业文化 这是我们最重要 所以我们不会去搞一大堆 阿嬷阿狗全部进来 我们还是要有价值理念 不要为了扩张牺牲掉我们的企业文化 我们现在企业文化还是很强势 我们要求是误实 理性对话 是科学 是诚实的 这种价值还是要维持 这个 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规模 不要求规模的 主流的文化要保存 要一定要过半 就是说主流文化不可以撕掉 这是我们很坚持的 主流文化跟理念 作为一个主导 主导 不要说为了扩张 然后牺牲掉我们的主流价值 这很重要 你看看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几乎没有什么谈论 没有什么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 核心价值 你不要搞一堆来都要污钱了 而且你看我们选举都很节省 而且我们都是 没有去 我2018年选台北市长 我只有网路募款 我都没有去 去办募款参会 都没有 所以你这个核心价值 是不是跟你前一阵子 所提到的台湾价值 基本上是若何福建 台湾价值我倒觉得这样 我个人是信仰普世价值 就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 法治人权关怀弱势 永续经营 我相信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在台湾的实现 就是台湾价值 所以台湾价值不是政治棍棒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用这个来敲你 然后我问你说 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 他也讲不出来 所以我后来发现 台湾价值不可以变成是一种 政治武器 对我来讲我的台湾价值就是 普世价值在台湾的实现 我是信仰普世价值的人 我不认为说有什么叫台湾价值美国价值 No 我相信 普世价值 Universal Value 民主自由 这是人类的一种渴望 多元开放 但是我们可以老实讲 我倒觉得是这样 我们要可以容忍是自由的基础 我不喜欢你 可是如果可以跟你一起工作 民主自由多元开放 开放 我发现 我发现为什么台北市的弊案会这么少 我们都是开放 透明 公开透明 我们现在会议几乎全部都上网了 就不会有弊案了 对不对 但是这种关怀弱势永续经营 关怀弱势就是说 其实对穷人好 不是怜悯 不是施舍 它是保护自己 你也不要让这个社有太多 乱 穷人 他就变成乱源 不是乱 永续经营是一种态度 就是 就是环保 绿能 这种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还债 因为我们就是有永续经营的概念 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 所以以前人 现在人都不会这样想 就是我把它发完 坦白讲 我们那个载油子孙太严重了 整个政府的预算实在是 太过分了 这个要钱这样发完 他也不管以后人家怎么办 就所谓的治理中的财政纪律的概念 财政纪律 财政纪律是一种价值 为什么你有财政纪律 因为你相信 永续经营这个概念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 被大家称之为政治素人的 柯文哲 柯市长 柯教授 柯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 但现在从柯医师 柯市长的一个谈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台湾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中 很可能也会扮演一个非常异类的 而且是令人期待的一个新类型的一个政治人物 非常感谢柯市长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满意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